清明五天連假即將報導 很多民眾趁好天氣 規劃到墾丁玩水 不過 有民眾表示自己在訂房網 找到墾丁民宿四人房三千五 兩人房一千九百九十九 想推定價格達到店家 卻被回不可能有這種價格 連價是六千九百元起跳 民眾嚇得退縮 業者才趕緊回覆 價差會找訂房網負責 只不過價差超過兩倍 早讓民眾嚇到不敢訂房 價格跟實際上他們標價 有落差 大概可以落差到多 五百 大概五百以上 跟飯店櫃台訂 他也會推薦我去訂房網站 會有折扣 訂房網有時比直接跟業者訂划算 主要是兩者簽約時 訂房網通常會大量買房型壓價格 而若想真的搶便宜 訂房也有推玩鳥優惠 適合排班不固定的上班族 或者卑衣包客 臨時想找價格合理的住宿 業者看中的 就是飯店二十四小時 空房大清倉的商機 其實我自己個人在訂 我是先從比較網 先去看到哪個訂房網 我確定要用這家訂了之後 然後我再去找這家 這家訂房網他的折扣 通常多數都會有8%折扣 或者是到12% 玩鳥主要就是引進歐美 最後一刻訂房概念 只是恐怕沒有退廢機制 基本上自行選房的機會低 只能接受飯店指定房型 但價格最多可以便宜三成 不過還是要小心 看清楚是否含早餐 或者睡精等細項風險不小 但是促銷方案絕對是取決於 他如果剛好今年的訂房 沒有這麼的預期 那他才會有這樣的銷售方案 旅遊能審則審 但有時恐怕價差會有出入 提醒民眾盡量多比價 或比三家才不吃虧 記者 千萬物品台北採訪報導